好 我們回顧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 他歷經了四年前的敗選 如今又再度重返白宮 過去幾年川普挺過兩次彈劾 還曾經面臨多達91項重罪指控 又奇蹟般的躲過了兩次暗殺 成功勝選 也成為了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國家領導人 同樣再次凸顯他強大的求勝意志與韌性 川普在2020年大選尋求連任失利 卻在四年過後創造二度入主白宮的奇蹟 中間過程堪稱峰回路轉 尤其是在2020年 當時川普拒絕承認敗選掀起國會暴動案 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地位被彈劾兩次的總統 隨後他便開始面臨一連串法律訴訟 最多一度有多達91項重罪指控在身 包含不到處理機密文件 和試圖推翻2020大選結果兩起聯邦訴訟案 還有涉及色情片女星的封口废案 但川普並沒有因此低頭 川普夾帶著基本盤 還有共和黨內強力支持 宣布參選總統後 聲勢便一路看長 在7月一場競選活動 奇蹟般地躲過槍擊 聲量更是因此達到高峰 當時臉上見血的川普倒地爬起來 對著支持者振臂幾乎戰鬥 變成了這場選舉最標誌性的一刻 如您知道 三天前 我們公開了我們的國家的最悠閒總統 作為入閣的主要考量 如此就不必在考量派系制衡 而是全心全意地做自己 華語新聞黃瑞軍綜合報導 為川普投入大筆助選資金 同時也親自下陣的馬斯克 不但在川普勝選感言中直接點名 他旗下的特斯拉也在6號 猛漲了將近15% 川普六日深夜離勝利十拿九穩後 發表演講感謝七小 還有副手范思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感謝超級天才 讓我告訴你 我們有一個新星星 一星星星是生的 伊朗 他現在是一個超級天才的 川普在台上對馬斯克贊不絕口 說他是個天才 並稱他的心煉拯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但有很多人在那裡 要選擇特朗普 曾經表示自己全力為川普競選的馬斯克 為川普至少投入了1.3億美金 選後馬上得到了回報 特斯拉股價6日上漲15% 股價抬升37美元 形同為公司增加110億美元的市值 有專家分析 雖然共和黨普遍對電動車不友善 但在川普對中國高關稅政策下 對特斯拉相當有利 而川普日前提過考慮任命馬斯克 為政府效率委員會領導人 馬斯克和政府間的關係 有可能會更加親近 而為了幫助川普在賓州的選戰 馬斯克旗下的政治行動委員會 曾推出在登記投票和簽連署書的民眾中 每天抽籤一人送100萬美金的活動 這項活動遭到費城減辦要求暫停後 雖然在選前獲法官解封 但現在大選結束後 又有參與活動的人指控 抽獎活動早已內定 認為馬斯克詐欺參與人 馬斯克和他的律師團隊 都並未對此立即作出評論 歡迎新聞發言之綜合報導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在美國當地時間6號 於華府母校霍華德大學發表敗選感言 她表示已經祝賀川普當選 並承諾會和平轉移政權 對於民主黨的支持者可能對大選結果感到失望 賀錦麗也向大家信心喊話 表示絕不會親言放棄 川普在5日的選舉順利當選美國第47任總統 民主黨對手賀錦麗也隨後在當地時間6日 與華府母校霍華德大學發表演說 正式向支持者承認敗選 同時承諾會和平轉移政權 賀錦麗不忘安慰支持者 表示雖然大家此刻可能會感到沮喪 但還是要接受這次選舉結果 並且向大家喊話絕不親言放棄 我認識很多人覺得我們進入了一個暗時封 但美國如果是,讓我們充滿宇宙 的光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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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光臨的光臨的光臨 的光臨的光臨 的光臨的光臨 而賀錦麗也提到 雖然接受選舉失利的結果 但不會承認這次競選鬥爭的失敗 而他也會繼續為美國的民主與自由奮鬥 環宇星文黃如君綜合報導 美國的時代雜誌 再次也是以專題報導了 川普勝選的原因 關鍵就在他理解到選民對現況不滿 尤其就是經濟 還有在移民議題 這一次川普贏了北卡 甚至一舉突破欄牆 還獲得了手投足的大力支持 川普二度勝選確定重返白宮 美國時代雜誌六日專題報導稱 這次勝利將再入史冊 同時報導也指出 選民這次會選擇川普 可以歸結於一些關鍵決策 包括集中火力在經濟和移民議題上 持續拉攏對此現況不滿的選民 另外避開了川普自身首次擔任 總統期間的混亂 反墮胎政策和四年前對民主的挑戰 這些大選 川普的勝利規模驚人 不只贏得了北卡羅來納州 重奪喬治亞州 還突破了藍色牆 他的選舉團隊超而達成 吸引男性選民和穩住女性選民的目標 最值得關注的是 他擴大了無學歷選民的支持 另外這場大選 手投足對川普支持率 從四年前的32% 提升至54% 華語新聞 許民心中和報導 還有日本首相 食譜莫爾賽第一時間 公開表達了祝賀 同意同時也希望雙方可以早日見面 強化雙邊關係 這一次日本的媒體 通通都是頭版來爆打川普的當選 關於未來對日本經濟 跟外交上的影響會如何 我們把時間交給華語的日本特派記者 詩緒號告訴大家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爐 由川普當選新任的美國總統 那麼日本呢 從選前就開始非常關注這項大選 日本媒體甚至紛紛飛到美國 進行第一首報導 而在開票的同時呢 也進行同步的直播 而在日本政府方面呢 日本首相石破茂 也在6號傍晚是公開來對川普 表達祝賀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談話 川普爾是紫蘭 肯定是居然轉移 香港女子亭 他會ienen的煙筱 轉移立 現在保 karate 石破茂表示希望尽快和川普建立关系 虽然没有明确的时间点 不过接下来11月中 石破茂到巴西参加G20峰会后 是否有机会到美国和川普见面 也许是个可能的时机 今天日本媒体各大报也都以头版方式 报导川普当选消息 其中一项关注重点就是 川普上任后对日本的经济影响 接下来在美国优先政策下 若提高关税恐怕冲击日本出口产业 而减税路线则可能让美金更加强势 因此开票后传出川普领先的消息 日币汇率就一度跌到1美元对154日元 日本股市日经指数则一度大涨超过1100点 另外在外交和安保方面 日本媒体纷纷在社论中指出 川普上任恐怕再度动摇世界秩序 尤其他对恶务战争态度消极 有可能给予普丁错误讯息 虽然美日同盟的大方向不变 但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下 日本如何强化关系 又要坚持应有的主张 考验日本的外交能力 欢迎新闻17号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 推播内容持续为您来更新美国大选的情况 虽然川普已经宣布胜选了 但是美国还是有几个州还没有票完全开完 包括在亚利桑那还有内华达 当然这不会影响到结果 不过还是为您更新一下数字 川普是295张的选举人票 贺锦丽是226张 而在稍早台湾时间早上5点多 贺锦丽也已经发表了败选感言 带您一起来听 在当地时间6日 羽华夫母向霍华德大学发表演说 正式向支持者承认败选 同时承诺会和平转移政权 早前我跟川普跟川普 恭喜他在他的胜利 我也告诉他 我们会帮助他和他的练习 和我们会与他和他的练习的能力 贺锦丽不忘安慰支持者 表示虽然大家此刻可能会感到沮丧 但还是要接受这次选举结果 并且向大家喊话 绝不轻言放弃 I know many people feel like we are entering a dark time but here's the thing America if it is let us fill the sky with the light of a brilliant brilliant billion of stars the light the light of optimism of faith of truth and service 而贺锦丽也提到 虽然接受选举失利的结果 但不会承认这次竞选斗争的失败 而他也会继续为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奋斗 环语新闻黄鱼军综合报导 好 刚刚你也听到了 代表民主党出臣的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在台湾时间早上接近五点半的时候 在他的母校霍华德大学 发表了大约十多分钟的败选感言 内容主要是聚焦在承诺帮助川普和平转移政权 强调为人民的奋斗不会结束 还有就是要敦促他的支持者 友善尊重等等正向的话语 那贺锦丽他的脸上还是尽量保持笑容 甚至说要够黑暗才能看见光束 试图要来激励他的支持者 不过其实在发表演说之前 他就已经致电川普表达祝贺了 也再次对川普强调了和平转移政权的重要性 不过根据消息人士 这通电话只有持续短短几分钟而已 那另外总统拜登也有致电给川普 同时表达祝贺也邀请他到白宫来 好不过这一回贺锦丽可以说是输得相当难看 就连他部分的幕僚也对媒体透露说 开票的过程他们充满了震惊很难以置信 民主党内部部分人士也已经开始事后检讨要抓战犯了 其中亲民主党的美国主流媒体CNN 更有评论直接点出 现任总统拜登应该在其中选举之后就让出舞台 让民主党在初选的时候就可以尽情发挥 而不是到了最后一刻才上演临阵换将 好当然也是有不少专家开始分析了 这一回川普能够大获全胜王者归来的关键 我们也看到了 包括首先美国人民对现况是极为不满的 更准确来说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 那高通膨高股价也让他对拜登政府是失去信心 转而投上了川普阵营 那第二就是移民问题了 我们看到美国人民重要最关键是经济 再来就是移民 那川普的移民牌也再度发挥了奇效 那第三就是在性别层面 虽然贺锦丽的落选并不能直接归咎给性别歧视 但是也说明了美国的确有很多选民 依旧很难想象由一位女性入主白宫 而这在黑人和拉丁裔男性上面表现得更加明显 也帮助了川普削弱了民主党的基本盘 第四则是在文化方面 很多选民认为民主党在某些议题上真的走得太左了 其中就包含了变性人的权利等等 这也让川普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攻击方面 那最后就是川普的个人特质 他不同于一般政治人物的言行 大炮式的发言和决策为他巩固了一部分的选票 那最后呢 其实这一回川普的胜选约 让美股主要指数在6号是气势如虹 其中道琼指数疯涨了超过1500点 创下了历史新高 这也是美国2022年以来最佳的表现 那标普500指数收盘也强升了2.5% 纳斯达克指数也上涨了2.9% 两个指数同样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当然川普交易持续热络 花旗和美银等等的金融股也欢庆 全战当中呢 最支持川普的马斯克领导的特斯拉 更是大涨了超过14% 那川普力挺的比特币也突破了7.5万美元 触及了4个月来的新高点 好看完美股再来关心的是 黄金价格也受到影响跟着攀升了 银楼金价每天来到了11100元 专家更预估川普当选之后 金势利多可以期待 黄金多头有望三年以上 价格还可以涵涨到每盎司4000甚至5000美元 泰国的黄金消费市场一直很活跃 每年黄金的进出口量约为200至300吨 金价近期屡创新高 全球各地上演淘金热潮 世界黄金协会更指出 泰国已经连续两季成为 东盟黄金销量增长趋势最高的国家 第三季度黄金消费需求更高达14.5吨 刷新历史记录 泰国人将现金视为安全感的象征 一方面也是作为投资 不过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川普回归白宫 黄金价格也持续攀升 台湾银楼金价 每钱占回11100元 如今更有专家预言 川普当选金价可能再涨一波 川普回归加上中东紧张情势升高 避险需求增加 带动金价一路飙高 台英还传出有黄金存折大户 下单10公斤 光是7个月就大赚500万 甚至有西方国家金融机构 预估黄金会涨价 将延长到川普的整个任期 每盎司可能上看4、5千美元 推波内容 带你来看到了 美国下一任的白宫主人 曾经说过 字典里面最美丽的词 就叫做关税 那在川普的中心思想里面 对外国商品来征收高额的关税 相当于一记经济的灵丹妙药 不但可以为川普带来巨额的财政收入 还可以保护美国的本土产业免受海外竞争 并且促使外国的公司到美国来开设工厂 振兴美国经济的同时 甚至可以缓解美国国内对财政赤字的担忧 事实上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 就打破了美国数十年来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 对中国开启了贸易战 加征了高额关税 并且对进口钢铁铝等等的产品 来征收针对性的关税 虽然后来拜登上台之后 可以说是川规拜随 但是即将迎来川普第二个任期 他在选前就不断扬言了 说他将进一步对中国的商品克征至少60%的关税 同时也对其他国家克征10%到20% 等于说美国未来可能迎来全面关税的时代 那部分经济学家就警告说 倘若川普真的兑现了他的选举语言 那么可能会危害到美国经济 冲击到就业因此推高物价 那这一场全球的关税大战 更可能导致美国好不容易渐渐脏温下来的通膨载气 那对于全球各行各业而言 其实也是充满挑战的 我们接下来看到 首先在汽车行业方面 川普很可能在上任之后 就会废止减排政策 和购买电动车的奖励 托慢电动车的销售成长 那他也曾经扬言 要对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加深关税 好又知道全世界有很多汽车都是在墨西哥主张之后才会消亡美国 那当然川普的政策也有可能有利于传统车厂的生存 至于在电动车方面呢 可能就要看川普的大金主 在新政府内扮演的角色了 也就是马斯克 毕竟他是旗下是拥有电动车厂特斯拉 那另外来看到在能源方面呢 虽然川普一直希望多开展石油砖炭 有利于传统石化产业 但是化石燃料的投资人也说应该要保持谨慎 因为全球石油产量如果太多的话 需求成长不足 油价恐怕也会保持疲软 不过川普当选呢 受创最多的恐怕当属再生能源的产业了 好 最后来看到金融业方面 外界普遍是认为说 川普是支持放松监管的 大型的银行股呢将会受贿 但是对于小型银行恐怕就会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那最后分析师集结点出了 川普的胜选将会对中国股市和美国国债 带来重大打击 堪称是市场上面最大的输家 另外还有像是日元还有韩元等等的亚洲资产 也可能会因为美元强势而走弱 见解也受到冲击 好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内容 再来带你看到中国对中国而言 确实可能面临升级版的美中科技战了 尤其是最近营收直逼Meta的字节跳动公司 靠着旗下的抖音平台 上半年营收高达了2.3兆台币 不过可能会面临被川普封杀的危机 另外美国最近还要对半导体产业 完全拒绝中国的供应链也是一大威胁 魔音传脑各种审取中国网络平台抖音 全世界超过10亿人都在玩 甚至字节跳动创办人就靠着抖音 这个金鸡母成为中国首富 1094位个人财富50亿元以上的企业家 登上今年无论百负榜 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 财富比去年增长1050亿元 以三届500亿元的财富 第一次成为中国首富 字节跳动究竟有多狂 就算面临美国封杀危机 今年上半年的整体收入 就达到台币2.3兆元 增长超过35% 红到直逼Meta营收 但这个高调恐怕不是好事 毕竟看看华为小红书 被制裁的前车之鉴 加上现在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上任后 美中科技战可能还会再升级 还没等到川普上任 传出美国政府又要下狠手 过去阻止大陆取得最先进的晶片 以及制造设备 现在最新又说要半导体产业 拒绝大陆供应链 提供的零件 对大陆而言只能说是雪上加霜 因为国内企业倒光光 内需已经够惨了 现在外销还要被封锁 甚至政府还说要紧急再发10兆国债 传言我们正考虑下周批准 未来几年内发行超10万亿的额外债 不包含之前公布的 所以这是增加量 其中4万亿将用于收购 闲置土地和房地产 为了提振经济 中国政府实在是使出浑身解数 但有专家认为 以目前情况已经不是钱能挽救的 甚至拿坏掉的车来比喻 就算加满油还是发动不了 看来现在美国局势 不管怎么变化 对大陆而言也只会越来越惨 国际推不要带你来关系的是 从选前大家都在讨论 川普在竞选期间就不断说 台湾抢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 声称台湾应该交保护费 并且他对美国的晶片法案补贴 也很有意见 因为川普觉得 美国根本不需要补贴 只要把关税提高到够高的水平 那么这些晶片制造厂 就会自动到美国来设厂了 所以让外界担忧了 他未来执政期间 可能会对台积电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其实在台湾 昨天时间的白天 美国大选的结果已经慢慢在出炉 川普也是持续领先的 但是昨天6号台积电在盘中甚至一度是抢涨了30块 就让不少网友就说啦 川普都说要交保护费了 怎么台积电还在涨呢 好 不过我们再来反观一下美国的股市 不同于整体欢腾倾注的行情 6号台积电ADR是逆势下跌了1.3% 好 那究竟未来川普的政策会如何来撼动我们的护国神山呢 的确众说纷纭 但是现在业界也推演出了川普2.0时代可能发展出来的四大情境了 包括第一就是会加税和取消补贴 这是对台积电当然是最不利的情况 那第二呢我们来看到则是会加税但是呢会有条件的来维持补贴 例如会要求台湾要扩大在美国的投资 或者是先进制程要加速落地美国 那跟有专家直言了 川普可能会提前要求台积电把2奈米制程加速进军到美国本土 那再来看到第三呢则是可能不加税 但是取消对台积电的补贴了 最后一个情况则是维持现状 也就是维持不变 不加税也不补贴 当然呢这是对台积电最有利的 不过业界也评估说这种可能性最低 否则川普很难对他的支持者来交代 那根据目前的评估 川普应该会在加税和调整晶片补贴的法案当中 择一来进行 其中呢又以第二种的情境 几率相对比较大 也就是加税 然后有条件的维持补贴 让台湾到美国可以去扩大投资 不过如果未来呢 川普政府真的要台积电扩大投资 等等的附带条件来换取补贴的话 那么一旦台积电毛利率下跌 势必会将成本转嫁到大客户身上了 届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灰达啦 苹果 英特尔等等终端商品 比如说iPhone 或者是高阶的AI晶片 售价就会提高 那么最后为川普政策买单的恐怕依旧会是美国的消费者了 再加上呢其实美国现在在先进制成方面确实也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为了避免双敌一千自损八百 川普这些选举语言恐怕只是雷声大雨点少 难怪我国经济部长郭世辉是信誓旦旦的说 台积电在先进制成现在真的是一个人的武林 再加上市场有强烈的需求 所以就算川普未来入主白宫 预料也不会带来重大的影响 好不过呢就在川普当选 准备要入主白宫的这一天 被川普拿下的德州 同时也是挺传大将马斯克 众多企业集结的重症 现在也传出了 德州组长将来台湾找台积电 要拉拢台积电去当地设厂 再加上川普有说到保护费一说 也让市场担心 难道真的要变成美积电了吗 工厂外高高挂着TSMC 台积电不止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 如今美国大选刚落幕就传出 下一场可能就会出现在德州 各处都有晶圆厂正在施工 传出德州州长等一行人 要在美选后拜访台湾 争取台积电去设厂 还说会拿出比亚利桑那州更好的水电 以及优惠补助条件 台积电的判断准则一定是看你给我的条件 适不适合我过去 那因为当地本来就有半导体的晶圆厂 而且本来就有相关的供应链 所以考量的重点应该还是在 它的补助金额够不够 不过亚利桑那州的前车之鉴 历历在目 供应链 劳工 文化 水电问题 一波三折 耗时四年才落成 要在德州盖场恐怕难度不会比较低 更紧张的是政治问题 因为川普拿下德州 而德州同时又是挺川大将马斯克大本营 这都让外界解读台积电 在川普重返白宫后 是否真的要变成美积电 美国总统大选 我相信不会一时之间就改变了 这个供应链的这个布局 基本上不会在一系之间改变 但是将来在二三十年的 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调整 其实对台积电来说 当然没必要 在台湾做最有成本优势 可问题是客户要分散风险 国发会也认为收保护费不可能 因为会导致iPhone AI伺服器 跟着涨价 也就是说在技术面上 台积电仍是一个人的武林 即便川普回国白宫 护国神山依旧屹立不摇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赢得大选确定重返白宫 台美中三边关系和未来国际局势发展 会不会随着川普重新入主白宫而改变呢 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说 台美关系坚若磐石 美中竞争格局和美国跨党派对台支持 都会延续下去 不会因为美国大选结果而改变 洛委会副主委梁文杰也说 新总统刚上任 新政府还在组建 会保持沉着应对 来看待这一次进展 川普再次入主白宫面对刑事风格 难以预测的他 台湾有没有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美国跨党派对台支持 以及对台湾的安全承诺都将延续 也期待与川普政府继续深化台美关系 外交部挂保证将会持续深化台美关系 不过川普是商人出身 要和他谈判 得先提出他可以接受的价格 川普选前就曾经提过 台湾要美国的保护 必须要支付保护费 国防预算恐怕再创新高 台湾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 都一直有付费 台海的安全就是台湾自己 我们要尽一份责任 不止如此 川普的经济蓝图 还包括要对所有进口产品 课征10%的关税 对台湾是否会造成影响 百分之十有多少 对委员他这个用关税 作为他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手段 这不是只针对台湾 另外川普新政策 是否会冲击台湾晶片产业 以美论是没有必要 让美国再次伟大 不能没有台湾 如果没有了台湾跟美国的 这种伙伴关系 那美国也很难再次伟大 短期内台海局势 不会因为出现空窗期 而有变数 川普再次拿回政权 美中台关系会不会出现变数 不止台湾 全世界都密切关注 欢迎新闻 陈妍凯 但全还在台北报导 受到台风 康瑞的侵袭 宜兰三星葱 损失惨重 连日飙涨 民众就比喻 最近吃葱 就好像在吃黄金一样贵 不过10月中旬 高丽菜的初苗量 679万颗 呈现是超重的紫色灯号 如果超过了700万颗 恐怕就是功过于求 那到了10月 高丽菜的价格 可能会大幅下跌 来到台北果菜市场 想要挑一把宜兰产的青葱 却迟迟不敢下手 民众感叹 最近吃葱 就像吃黄金 葱应该正常 差不多100块120左右 100到120左右 现在卖到不像样了 吃黄金 昨天他们讲 三星葱900 昨天是最贵的 过几乎 换吃别的 只有那个葱贵一点而已 接连受到三波台风侵袭 宜兰三星葱 产量损失惨重 农会5号 运往台北拍卖的三星葱 每公斤上价 来到705元 7号上午 更飙到925元 菜饭透露 高昂葱价 预计会延续到12月后 产地复耕才能缓和 宜兰那边都是受损 葱龙也是在 叫古连天 它一公斤八九百 它不会高兴 它整个葱的 葱的那个产区的话 都受损 只是那一点点 在卖八九百 没有用 葱价量少价洋 高丽菜 却面临过量超重的危机 农粮署公告 10月中旬 高丽菜出苗量 679万株 已经亮起超重的紫色灯号 如果超过700万颗 扣印量过剩 12月很可能会大幅降价 10月中旬 因为气候稳定 及气候凉冷 农民种植预烟提高 建议农民 也不要集中种植 同一品项蔬菜 避免产销压力 台风过后 菜价两样勤 最近想吃蔬菜 也多留意价格变动 才不会让荷包打湿蟹 环宇新闻 陈霞硬网油阳台北报导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冬 一早起床变凉有感 而受到东北季风 和迎进台风外围水汽的影响 北部 东北部可能会出现降雨 周末气温会回升 但是到了下周一 恐怕又有一个热带扰动发展当中 天空中飘着明明细雨 路上行人 长袖长裤外套统统出笼 时许来到24节气中的立冬 礼拜四是整体温度最低的一天 那刚刚有提到今天清晨 其实蛮多地方低温 都只有17 18度 晚上到明天 由于再加上台风外围云气的影响 整个降雨在北部 东半部会明显的增加 尤其是在大台北 宜花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特别在东北部地区要留意 可能会有局部好雨出现 东北季风加上银杏台风外围云气 立冬降温很有感 7号清晨最低温出现在 新北时定15.1度 北东湿凉 中南部日夜温差大 虽然银杏缓慢向西 共半效应不明显 但是下周又有热带扰动 纯粹欲动 飞到东部的外海附近 又有一个新的热带扰动 会生成 移动的过程 跟银杏台风 非常的类似 外围的环流 有机会跟台湾的环境 东北风 形成所谓的共半效应 热带扰动再接力 不排除达到清台等级 就算不清台 下周二周三 北东迎封面 雨淡开炸 今年西太平洋 海湾偏高 是否还有台风行程 可得密切注意 环宇新闻送军印 黄轩轩 台北采访报导 今天是立东 气温也会越来越低 小心早晚温差大 血压飙升 造成心脏病 还有脑中风等症状 不过台南有一间国小 非常特别 为了立东 特别把学校的营养午餐 融入立东进补的饮食 让午餐不只吃得健康 也可以吃出传统习俗的意涵 一口接着一口小朋友吃的 津津有味 麻油烧鸡 四神汤 进补又欲寒 国小的营养午餐 也少不了遵循养生节气 但立东补东 小学生的菜色料理 有什么该注意的吗 麻油爆香老姜片 鸡腿肉入锅 再搭配高丽菜 热腾腾的麻油烧鸡 香气四溢 我们的料理方式就会减少麻油的一个使用 那酒的部分你会加少量一点 那属于比较热补性的麻油烧鸡 如果加上四神的部分是比较温和的一个补汤 这类的进补的一些食材里面多少都会加一些酒精 所以你本身如果有一些肝脏方面的疾病 那些病史那这个酒精的量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些进补的这些量是比较高热量 如果吃过头有时候反而会让身体比较上火 发炎的状况会变多 不过近日温度骤降可得当心血压飙升 微服部统计去年因为脑歇冠疾病 死亡为台南十大死因排名第四名 一共夺走1183条宝贵人命 FAST的口诀 那F是指脸部歪斜 那A的部分是指手脚的武力 那S的部分是指讲话不清楚 那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 应该就是要立即不要延迟 马上就医接受治疗 利东补东还能补嘴空 不过早晚温差大提醒民众 还是要多多注意防寒 避免疾病缠上升 换新闻陈炎卫住家送与子亭台南报导